OK 那我們今天呢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OneNote的這個學習平台 你可以用它來做學習 也可以用它來做教學 好 那我們先聽一段這個囉 哈囉 哈囉 你 我 哪裡 他 哪裡 同學們 哪裡 歡迎所有的Muji朋友 加入Muji同學會 Muji同學會 Muji同學會 邀你一頭來學會 如果上課氣氛是這樣可以接受嗎 老師應該會覺得蠻感動的 現在不一樣嘛 現在就 同學有沒有會 不會不會不會 趕快找地方躲起來對不對 那 這個是一個教育廣播電台中午的小朋友的節目 但是我覺得 他的一個主題 這個 手本蠻不錯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改變一下 上課的氣氛 其實 教育學本來就是一種 很有 成就感的 也有什麼 也有有趣的事情 那所以呢 您可以看一下呢 在這邊 好 那我們往下走 我都會把就是 我有上過課的 像這樣整理起來 好整理起來 那麼 我除了傳到我們學校的書學平台 在這邊 其實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我以前的上課方法主要就是 利用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那因為其實我的資料還蠻多的 大家有所有的這個 上課的教材 他們要教的作業 那我們上課要做錄影的影片 參考的資料 通通都在上面 所以我的數位化是已經完成 只是說 當資料很多的時候 比如說他要看這個教材 他點進去 裡面是不是資料很多 所以他要找不容易 那我上課呢 每一節課 像我們現在這個學期的 已經上到第12堂 哪一節課上了什麼東西 都在這邊 這樣隨時主義 可能也很不錯嘛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同學他 這個 複習的時候 或者是要教授 他才進來看 很多時候 對不對 那至少他可以看得到 看到原版的 不會是經過同學轉譯之後的方 反正那些有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 那所以 像這樣 那我在做的時候 比如說 像這樣進來 我除了放在這裡 還會放在就是我們的那個 雲端音碟上 像 我不知道我們學校 有沒有就是 Google代管的那個 聚名的信箱 網絡的 有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 最好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升級了 因為其實從國中小一直到大學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 包括學生 教職員都有 那最近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他已經把這個部分 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任務裡面 有一個是 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 原本一般的三 就是一般 Gmail把他們的這種信箱 是15G 15G 那學校的 代管的是30G 那從去年開始呢 他已經把它變成 無限空間 所以 老師在英文裡面 比較 不用擔心了 你比較不用擔心 我的空間 會不夠 那您可以真的登錄看看 登錄進去之後 您找一下 在這邊 他應該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只使用多少 而不是剩下多少 一般的我們標準是剩下多少 所以你這樣 嗯 太緊張了 那所以 我平常現在其實 就是會像這樣 把它放上去 那您可以看到 像我們在這裡 我現在是用的 大概38G 大概38G 那錄影的影片 像這樣傳上去 那我上課的同時 其實也會同時把影片傳到這個暫時的分享裡面 然後比如說像這樣有沒有 把它分 放到這個暫時分享 所以其實 我上課不是 整節課上網 同學才看 而是說 我們 一段一段的 您也可以從這邊 您看右手邊這裡 這裡您會看到有一個連結 應該叫做 有沒有 研習課程 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進來 所以待會偶爾一樣 就講一段 我就講一段 就會放上去 那這個對於同學來講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今天 我講了一段 大陸剛好同學就可以練習 可是有個人一定會怎樣 比較不好意思問 對不對 現在 同學 上課就還蠻習慣 就是不好意思問的 自己去下載下來 看看 好 可以馬上把老師取代一下 那有問題的地方 他就可以 直接先 還有問題我們就過去看 所以等於 我會得比較多分證 我可以 再看更多的同學 好 這個是 目前 大概上課的一個方式 那麼 因為 在學校平台上 資料比較多 他沒有辦法直接聚焦 所以呢 如果說是 像 我自己平常用one note 主要的做法 就是要做什麼 拿來當做一個 聚焦在正式上課的 所以我給老師再看一下我平常的那一種群組 比如說像 我們 禮拜 上禮拜上的 這是禮拜二上的 好 點進來 那我通常 現在都會先 告訴同學 就是我們 大概今天 這一週要上什麼 比如說像 我們上次的話 是上 這一種 上這一種的 我就會先把那個效果 先給他看一下 好 先給他看一下 要閃一下 對吧 現在 威脅利用 是最後的手段 打分析 但是最後的手段 我們要盡量 告訴他 有什麼東西 那 以前我剛開始是做很客氣的 我們明天要上什麼 就這樣文字式的 可是我發現效果比較差 現在的都是視覺的 你要給他看一些 我要做的成果 大概是什麼樣子 好 那這樣可能吸引他的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那麼 任務的部分呢 因為是平常 就是我們等於是 例行性的課程 不像我們延期 是見面一次而已 所以在這邊 我就會比較用週次的方式 然後哪一週上什麼內容 就直接進來看 哪一週上什麼內容 我點下去 我看一下 最近是上這個 點開他馬上就看到了 那就可以從這邊去連結 所以 雖然我的教材還是來自這邊 可是呢 我利用這個oneout 找辦法可以知道我今天要上的 他就不會說 老師你要上什麼都找不到 雖然有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也寫版書 但是這樣是落後的 好 反正就是盡量做到比較OK的 他就容易找到 那再來就是 我們平常上課 除了這個主菜以外 比如說像 我們這個禮拜 是上這一個 地面到地底的 這種 影片特效的效果 好 往下 看到 上面有一個 就是FAQ 再下來一點點 好 我都會像這樣把它整理好 那這個是我的主菜 那通常呢 我還會搭配一些 副菜 小菜 因為呢 現在 雖然是兩個小時的課 兩節課 可是呢 如果兩節課講主菜 大概同學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就會搭配其他小菜 包括 欸 比如像這個我就介紹一些 什麼免費的素材 或是一些不錯的文章 跟我們上課比較相關的 那他 有 主菜有小菜 有時候再配個湯 這樣 這樣比較營養 營養均衡 所以 大致在就像這樣子 那 所以呢 給老師做個參考 那麼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這個群組裡面 我的群組現在是比較多 那你進來之後呢 剛剛我們有看到 我們 主要在這邊 這個延期資料 您打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邊 不管你看哪一個 這個都還好 剛剛呢 您的這個註冊 不管用 反課的 還是您用 直接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OK的好 那 順便提一下 就是在這裡 像我的課是屬於選修的 是屬於選修的 其實呢 選修的 就會有一個情景 有時候同學沒選的話 就這樣 下學期就開不成嘛 人數不夠就開不成 所以 我還會多做一個東西 就是 用這個 這個是Google的協助平台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上課 應該也是要 我不知道 老師平常上課 都是怎樣去介紹您的 那個 課程內容 學校會有規定 就是您要有 所謂的那個 課程大綱 對不對 但是那是比較屬於 就是文字式的介紹 好 所以在學校 學務系統裡面有 可是 這樣子不夠 那我們呢 買賣 像蕭小學也是有買賣吧 哈哈 我還來工錢 超過的熊子 所以我在這邊 除了有課程大綱以外 我們會上的範例影片 我會把它列在裡面 有沒有 我會上的內容 就通通列在裡面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比較清楚 雖然不敢保證 一定每一個都會上到 大概至少七八成以上會上到 大家就可以看兩句 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那種 地面到地底就是這種效果 點進去是可以看效果的 而不是只有說 只有 好像看到 地面到地底這幾個字 我們禮拜二就是做這個效果 那我的範例我都會盡量找就是 一節課能夠做完的 盡量不要拖太多節課 因為拖太多節課 效果不好 我寧可把它精簡一點 把它精簡一點 那所以像這樣 那您看到這些 我放的這些內容都在哪裡 我剛剛講的那個 Google代管的那個空間裡面 所以其實您就不用擔心 對不對 那像這樣子 我也會把我上課的錄影影片 部分我都放到裡面來 那同學也可以知道我們上課的情景 我就說只看上面 那還有那同學如果有做點不錯的 我就讓他自己 上來看 看看有同學做的哪些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 像我們3D的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我在學校主要是上這兩門課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方式說 我至少 可以讓同學 不管是他已經選了 開課的時候 做說明 還是說還沒有跟 開課之前 在選課之後 我們就可以跟同學做的說明 反正老師也要做行交嘛 這樣課才可以開得行 OK 那就是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